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來分享《實證法治命令》 這堂課我還沒講以前 我先來講兩件事情 這個也是很多網友蠻關心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我們上個禮拜 台灣有一個選舉 縣市長跟鄉鎮議員的選舉 這次的選舉其實很多網友非常關心 我覺得我們台灣有很多大陸的網友在國外 我的本事裡面有很多大陸網友是常住國外的 其實比我們還更關心 這一點我也很感謝很多大陸網友 在國外待久以後 對台灣都非常的支持 尤其是台灣的民主自由的整個社會 也讓國際能夠多所認同 這次因為選舉出來以後大家看到 算起來應該是民進黨算大敗 國民黨算在縣市長裡面 贏了不少 所以很多網友就會有一點洩氣 有一點洩氣 一直在跟我講 但是根據我的分析 我跟一般人的看法是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也是有一個邏輯思考 台灣民眾其實非常的聰明 非常聰明 因為台灣其實已經非常民主自由 所以每個人都有他自由思考的空間 因為政府完全不會去壓抑 對老百姓的任何的思考 那我認為這次的選舉 民進黨雖然是縣市長大敗 但是各位如果仔細再分析一下 民進黨的縣市議員成長了38席 國民黨反而丟失了20席 其實這個是最重要 因為縣市議員才是民間基礎的一個顯現 所以雖然市長國民黨多搶了兩席 但是縣市議員你丟了28席 等於是你減少28席 民進黨是多了38席 所以我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 我其實內心呢 我認為民進黨並沒有輸 並沒有輸 那各位呢 你仔細想一下 台灣老百姓他的邏輯思考是什麼呢 因為台灣老百姓認為 一個政黨執政 如果說最上面 總統、行政院長、各會部長 都是民進黨在執政 民進黨的官嘛 一定都是民進黨的官嘛 那麼縣市長呢 台灣老百姓就會認為 我應該選別的黨啊 如果說你從總統、行政院長 一直到縣市長 全部都是一個黨獨大 把持的話呢 台灣老百姓的想法認為呢 這樣子會怎麼樣 就容易貪污嘛 容易夯瀉一氣嘛 對不對 上下棘手嘛對不對 因為絕對的權利啊 就會造成一個絕對的貪污 所以台灣老百姓認為 我縣市長 我應該多選國民黨 這樣子兩黨做一個制服 所以台灣老百姓對於縣市長 地方選舉的邏輯思考 跟選總統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次台灣的選舉 其實跟上一次 2018年的時候 是重演一次而已嘛 對不對 上一次2018年的時候 也是國民黨大勝啊 但是幾下一年的時候 變成怎麼樣 選總統、民進黨大贏啊 所以這個邏輯是一樣 這次其實是重演而已 不相信在假成年的時候 再選總統 我可以在這邊跟各位預告了 預告 下一次總統選舉的時候 沒有 我沒有看錯的話 那就是民進黨的賴清德當總統 我可以跟各位先做個預告 這是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 其實在上幾節的視頻裡面 我就想講 但是呢 這個 光機講 那這幾天看到中國大陸呢 發生很多的抗爭 這個叫做白紙 白紙抗爭 那 我們因為在外面 所以看到的視頻特別多 特別多 那 對於中國大陸的證據 我個人也非常關心 我也希望台灣大陸 這個大陸老百姓 能夠慢慢的走向民主自由 能夠享受言論的空間 不會一天到晚在微信上面講話 就不會人家管控 也不能批評政府 也不能批評誰 這個 在台灣我們有時候看到這種訊息 我們覺得非常訝異 我要講什麼就是我自由啊 對不對 言論思考的自由 所以在集權國家裡面 我經常在講 集權國家裡面 老百姓經常只有怎麼樣 接收思考 接收思想的自由 他沒有自由思想的自由 他怎麼接收功能呢 他沒有自由思考的功能 所以長期以來 變成魚化掉 那我可以跟各位說 那我可以跟各位說 在這次中共七常委 就任的時候 我花了一兩天時間 把七常委的命照 稍微排一下 當然習近平的命照 當然習近平的命照 大陸網友有給我 他說這個是一個確認 應該是他的命照 那一個國運呢 當然啊 大陸這七個常委 是國家的領導中心 他就是一個核心嘛 就像一個公司的 這個 這個 常務股東一樣 對不對 那麼 如果這個 這七個常委的命照 流年 大運都走得很好 那這個國家絕對呢 風平浪靜 不會有什麼事端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國家 國富民強 那如果這個七個常委的 八字 大運流年 看起來 都不是很理想 甚至會有很大的問題 表示這個國家一定會陷入 動盪不安 所以 在這邊呢 我 我看 那習近平呢 如果他的八字是對的話 他是 兵友之主 那其他不用看 我們就看明明是虧 是虧毛 這個叫四正衝嘛 天克地衝 這個 地支的衝 是 植物貓有衝 是比較眉睫的 為什麼 因為他是正氣直接衝 那天克地衝 那其他幾個常委我看起來 大致上也都不妙 就是一流年來看 那所以我 我對這件事情呢 我大概是參照兩個方面 兩個方面來做一個論斷 那一個方面就是 天象 各位如果說翻開歷代歷史來看 每一個朝代在末年的時候 都會出現一些 清楚的一些天象 異象的出現 各位如果去看明朝末年 天象 溫歷 旱災 雪月 都有 那麼一般出現這個天象 這些天象 那麼都是一種改朝換代的一種 徵兆 那出現這個天象以後 多半都在兩三年以後 明朝出現那個天象 不是說馬上就 就沒王沒有啊 他也經過第三年 到第三年他整個 從那皇帝上吊自殺走了 明朝沒有王 那麼中國大陸從去年 去年開始 包括到前年都可以看到 這些天象都全部出現 第一個溫歷嘛 溫歷嘛 COVID-19這個就是溫歷嘛 雪月有沒有 我想中國大陸 如果你有稍微看一下新聞 這個雪月在中國大陸 出現很多地方都雪 雪紅色的月亮就是雪月 各位去看歷史 出現雪月會怎麼樣 溫歷雪月 旱災 波陽湖 百年來最厲害的旱災 現在波陽湖還在旱災 地震當然也發生過不少 還有其他的 還有其他的 這些都是屬於改朝換代的天象 也出現了 所以我在這邊可以 也算是做預期啦 中國大陸在未來這兩三年 絕對會面臨一個巨變 一個巨變 如果領導人還是一樣他這個人 那麼他的命照如果又是對的話 百分之一百我會跟各位做說明 好 這是我在開頭還沒講這個命照以前 我先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好 那我今天呢 來分享一位呢 這個 選舉驚險勝出的 過關的 那麼一個命照 這個命照因為呢 在選前 11月21號 突然透過人家介紹 那麼來找我 希望說我幫他預測一下 這一次呢 不知道會不會勝選 會不會勝選 那麼 我那時候跟他排好以後 我上面的 上面的 命盤裡面我就怎麼批呢 我說 你現在的大運 是走在幾位運 幾位運 那麼這個運呢 叫做三行文貴之運 所以呢 是 絕對是個好運 運沒有問題 我在看選舉之後 第一個大運 絕對要是好運 那各位知道 醜虛形 悟土 然後走在位 這標準的行貴 這種醜虛位三行 只有甲木跟悟土 各位記住 甲木跟悟土 如果是醜虛形走在位 的話就是三行文貴 三行文貴 我過去在視訊裡面講過 就忽然顯達致命 那那個 我們那個行政院長 蘇貞昌 就是三行文貴 他原來已經退休七八年了 結果遇到三行文貴呢 突然又被 請出來當行政院長 這個叫三行文貴 那麼所以呢 我那時候跟他比 我說你在 現在目前是在 五十八到六十八走幾位 所以三行文貴 好運 好那我們就看榴槤 榴槤 榴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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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榴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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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夾一个丑,丑就是天已贵嘛,那合进来嘛 对不对,那丑也是他的十三酷嘛,合进来嘛 选举就是要十三酷啊 所以呢,像这种流年,有冲有合,但是合进来是天已贵 又是十三酷,十三,我给你讲选举年一定是要带十三,三合三会那是最棒 像蒋万汉,我下一堂会就讲蒋万汉 我选前没有他的命照,是选后以后突然一个网友说 他已经在一个节目里面看到,他自己上节目自己讲的,生在什么时候 那我再来分享,我再来分享 所以呢,我跟他批,我说你今年,然后五鬼犯小人,他今年犯五鬼 五鬼就是小人,小人来冲嘛,所以他今年要冲食伤一定特别伤神 他先前给别人看,别人跟他讲,你今年,想说不要算了,最好不要选了,今天不妙 但是我后面我跟他批,我说呢,虽然受到冲击严重挑战,但是因为有拱贵人,又合进来你的八字里面 所以呢,你会冲击性很大,竞争非常激烈,但是还是会逢凶化吉,过关 我就这样批了,我八字的命数,我在FV上面有播出来,我批了八字 结果呢,那一天选完以后呢,我非常关心嘛,别有多关心呢,因为这个人,这个人是透过关系来 来我这边还包红包给我,那 所以我那天开票的时候,四点钟开始开嘛,大概大概六点多开始开里长 那我就站在那边,站了快一个钟头 在开票的时候是怎么样,只有两个人选嘛 等一下他赢两票,等一下换他赢两票,等一下赢三票,这边赢一票 我总共看了快一个钟头,不分胜负啊,几乎不分胜负 后来我,我因为走路嘛,我晚餐完以后都走路嘛,浑身都汗 所以我后来回去洗个澡再来看 结果洗完澡跑过去以后,刚开完 那旋律人员刚好打包起来,准备要走了 我就问了,我就问里面小孩,诶,刚刚那个里长选的怎么样 他说那个,姓河的赢啊,赢了二十几票啊 但是我们这边只算一半,另外还有一半不知道 不知道多少,要加进来才知道 因为他原来两个票贵 那因为里长呢,这个电视上都没有在报导嘛 电视上就报导那个县市长跟县市议员而已,里长没有 第二天报纸我买来看也没有看到呢 结果后来呢,赶快问这附近邻居 附近邻居有些消息比较灵通,我就问到一个姓斯的 我说,诶,昨天晚上里长选的怎么样 他赢了,赢101票 所以我那天真的非常高兴,至少我还是确认我的路数还是对的 那这种结构就变成惊险过关了,各位看到没有 流年天各地中,但是碎印走得相当好 格局已成,碎印有时候,碎要冲击它,要被造成冲击,所以严重挑战 又犯无鬼,犯无鬼那一年都要特别小心了 一定呢,选举就是一定有人来挑战你就对了 来挖你的墙角 那这个人因为在上一次选的时候 他那时候来找我,也跟我讲说 哇,上一次我选的轻轻松松的 轻轻松松,这次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竞争 那各位看到,我们来复习一下 上一次2018年他为什么答应 选举只要八字答应都对的话 我们流年一定看得出来,他会不会轻松过关 那这个乌虚很简单嘛 乌虚跟乌生他就拱一个有嘛 这个有刚好是桃花嘛 不是嘛 延武虚连有就是桃花 这个 这个 那么这个 那他刚好这个有就合成怎么样 生油虚 对 生油虚是什么局 食伤局不是嘛 一定人气大吼嘛 对不对 那那个有呢又合到天以贵人 对不对 他这个印他就开始上来了 这个印就开始上来了 因为他全部食伤,食伤一透干以后 人生有的时候在某一些 你地支有这个 这个五行 再透出的那个答应 人生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转机 这点我不能各位讲 我刷完以后命盘先卖过去给他 后来他本人特别跑过来跟我见面 跑过来跟我见面 其实我一开口的时候 我并没有跟他讲选举的事 我说我来对一下你这个八字这么正确 有一些现象我稍微问你一下 我说你先生是怎么了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那各位看到这个官杀风行嘛 我过去讲过了 因为这个最简单的公式嘛 官杀风行搞正不上 所以他就跟我想说 那没错啦 我说你四十岁以前如果嫁先生的话 会嫁一个 成事不足,办事友谊 结果他告诉我完全正确 他说他八字给很多人算过 从来没有一个人跟他谈谈先生的事 我说不但会造成你麻烦 而且甚至官司都有 没错 他先生不但无所事事整天喝酒 还惹事生非 有的时候还需要他去解决 所以这个八字一看就知道在这个答案里 这个八字一看就知道在这个答案里 他什么时候会离掉 这个不知道 这个答案肯定离掉 看就知道 这个卯油一冲就 榴槤大概卯油冲那一年就走掉 这个答案看人生开始转变 因为乙跟合 这个乙跟细菌对可 但是乙跟合是好的 实诚而证观 能力表现得到一种观止 所以他开始在这个答案 开始好起来 这个答案人生在这个地方是最好的 几位一直走到物运非常棒 物运也不错啦 但是要注意身体这样而已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答应 我有跟他讲 我说你在年轻的时候 有段时间非常操劳 他说对 没错 所以这个冰照其实就是 印证一下 他两次的选举 为什么一次轻松过关 一次呢 这么惊险过关 那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过去一直不断跟各位重复 按夹按拱按腰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说这个任眼年 如果一般人看 天歌地中 那完了那就完了 没错 又冲观煞呢各位知道 但是如果你考虑到这个 这个拱这个的问题的时候 你情况就会转变 所以八字有时候在细微之间 你一定要看得出来 你要看得出来 所以我 我其实断这个八字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情况 这么惊险 但是我的结论还是跟他讲 你看 剩下这几天 你不要太操心 晚上好好睡 不然瘦了十几公斤 不要超坏身体 就 还是 最后还是 不管怎么样嘛 代表外选举 赢一票就赢了 赢一百零多票 这个算很惊险 因为我们这区 算是中部地区呢 算是比较热闹的地区 所以我们这里 应该有 有个几万人有 所以赢一百零一票 算是非常惊险 好 那这个命照呢 也给各位简单做一个参考 谢谢大家